原标题,潘伟伯自己意外曝光,丑到认不出,网友知道原因后却表示理解,许久没有见到潘伟伯的踪迹,近日终于在台湾的某张综艺节目上,见到了他的身影,自从他和无形炒作之后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他们两人, 虽然大家都很希望他们两个最后能在一起,可是从练形发展至今日,仍旧没有太大的波动迹象,想来应该也是黄了,大家也是非常的心疼吴欣,好不容易付出了真感情,没想到最后换来的,却是一场逢场作戏,本以为两人在节目后还会继续发展下去,却不曾想吴欣竟然被拒绝了,本来吴欣就是一个挺慢热的人,终于说了之后决定付出真心, 没想到却换来人家一句对不起,难怪被哭了如此伤心,所以之后大家对潘伟伯的印象也是越发的不好,总觉得他有一种渣男的本质,聊到了女孩的心之后就将别人甩掉,虽然说更多的是节目效果,但是抛开节目不说,他的做法确实是这样的,之后也就很少人再去关注潘伟伯了,如今潘伟伯回到台湾发展, 在参加东西节目的时候,意外曝光了自己的字迹,真是愁到不忍指使,简直连小学生的都不如,简直就像是一幅两三笔混弄出来的图压作品,就连一生的字都比他的好看许多,虽然同样都是看不懂,小学生的字虽然歪歪扭扭的,但是至少还是能够分辨出是什么字, 可是潘伟伯的这些字,真的就太过分,既然写不出来,那么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写英文呢?直接写英文的话,效果应该会比这几个认不出来,汉字好一点吧,在娱乐圈中的明星,哪个不是才艺双全的,写的一首好字的明星正是数不胜数,小到还未成年的一样千玺,也有长得帅的景博人,还有胖胖的杜海涛,他们都是娱乐圈中公认的书法家,而其他人的字就算是在不好看, 也不至于走到这种地步,可潘伟伯偏偏又是一个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,和高智商的黄金单身汉,怎么在书法这一块上就显得如此的捉襟见肘呢?不过或许这也是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,因为从小就是在国外长大,所以很少有机会写汉字,能写成这样也算是不错的了,但是话又说回来。